瞧小瞧啊 今天我们说说北洞的资深长者 谷谷大爷吧 他可是个战力直报表的熊熊呢 可厉害了啊 好的呢 安排 北洞保安队长 战力直报表的 谷谷 家人们好 我是谷谷 一个1999年出生的熊熊 已经23岁 北洞保安队长的这个称号的缘由啊 也是一言难尽 2006年9月19日 在北京动物园 因游客违规进入熊猫活动场地 发生了一起熊猫伤人事件 2007年10月22日 在北京动物园 因游客违规进入熊猫活动场地 再次发生了一起熊猫伤人事件 2009年1月7日 在北京动物园 因游客违规进入熊猫活动场地 再次发生了一起熊猫伤人事件 2012年5月18日 在北京动物园 因游客违规进入熊猫活动场地 再次发生了一起熊猫伤人事件 家人们 这些是真不怪熊熊我 我是熊在家中做 我从天上来 第一次是一名罪汉 跳入我的运动场 要跟我合影 我不想搭理他 他居然咬了我一口 是的 你没听错 我先被他咬了 哪个熊熊还没点脾气了 都欺负到我的地盘 我不得自卫反击一下 嗯 我也咬他了一口 那次真的是给我吓坏了 好几天都没吃东西 奶爸都被叫到了警察叔叔那 游客还有所配 把奶爸气得都拍桌子了 说我家熊孩子 都吓得好几天不吃饭了 说要不要我把当事熊给你带来 第二次是一个少年 跳到熊熊我的运动场 向我挑衅 从我大喊你过来 我不怕你 这砸场子都砸到家门口 我也没有不应战的道理了 这第三次 是一个游客 跳入我的运动场捡玩具 但是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也没跟我说 这第四个 是跳入运动场 要跟我近距离合影 熊熊我 真是无语 在第一次的时候 就留下了心理阴影 后来这几次三番的 就咳着熊熊我 一个熊祸祸 我也是罪了 熊孩子们都说我战力直暴表 这还真不是这样 是你大爷 我很无奈 时刻都感受到了危险 哦 原来是这样的啊 默默儿 我还以为鼓鼓大爷 是个暴力熊呢 现在看看 发现鼓鼓大爷也很无奈的 看来文明看熊还是很重要的呢 毕竟我们是熊熊 不是猫猫啊 鼓鼓大爷 你和我二哥还打过架呢 您对这件事情是咋看的 哈哈 二小子啊 不错不错的 从那次起啊 发现这孩子还挺对我这熊脾气的呢 熊熊我 虽然是个老光棍 但是也算是后继有人了 鼓鼓大爷啊 有游客去看你 看你在那来来回回溜达 说不知道你这是不是刻板了呢 哈哈 刻板啥 这来来回回溜达 是你大爷在溜弯呢 难不成让你大爷吗 跟你小子一样 天天树上练米叉 我这把老骨头啊 可经不起那样折的 哈哈 原来是这样 孩子 熊熊我 这一生也就这样 被惊吓打扰过 也被宠爱过 不像你啊 出生在了最好的时代 当然也离不开你的努力 能得到这么多家人的喜爱 熊生足矣啊 别总想着出去看看 外面的世界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 好的呢 萌萌儿是个乖宝宝呢 家人们看过这期视频 应该能消除对鼓鼓大爷的误解呢 鼓鼓大爷不是个暴力的熊熊 他也是被逼无奈呢 那行了 先到这吧 好的呢 鼓鼓大爷 拜拜 这孩子 一天天的 但是不得不说呢 像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谁还没个仗见走天涯的自由梦呢 哈哈 他只是做了我当年不敢做的事情了 哦 大哥 嘿 大哥 嘿 你是我心中一首歌